柳州季剧中前半段还挺有意思 但是几集后就开始大幅度改变 虽然大剧情走向还是顺着原著 可也删减了很多精彩片段 尤其是柳棉棠在崔行周掉马后吵架出走 自己做生意那段 以及崔行周久等夫人道歉不来 终于拉下脸去外公家提亲下婚术那段 堪称全书最爽剧情之一 却被删减了 实在可惜 要知道 崔行周对待柳棉棠的态度 从一开始的钓鱼路纹的鱼儿 再到一个可怜女子 事情了节后就还她自由 送她回外公家 再到我喜欢她 我要告诉她使情 那她为妾 还安排别院给她住 准许她生孩子伤亡辅足谱 再再到我要娶她 非她不可 这段新路历程的变化 固然是崔行周越来越爱柳棉棠的缘故 可花阳王并非恋爱恼 她就算在爱一个女人 也未必会娶她 而是会权衡利弊 考虑双方条件 做出合理的规划 之前她准备纳柳棉棠为妾 就是基于世家子弟们普遍的考虑 一个曾被山贼掳走 成为匪首爱妾的女人 做妾已经是最好的归宿 绝不可能娶为正妻 小说里 崔行周的好朋友赵全 也一直对柳棉棠贼心不死 可她时长口还骚扰柳棉棠 想要继承崔行周的遗孀 打的主意也不过是纳妾而非娶妻 所以当她听说崔行周真的要娶柳棉棠时 一百个不相信 怎么可能 赵全会这样想 崔行周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这家世 地位太不匹配了 一个是娶真杰 最沉之后 外加走标的女子 怎么娶作王妃 可是 这一切的权衡 在崔行周遭遇连秉兰变相毁婚之后 她顿时明白夫妻本事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是多么痛的领悟 尽管她并不爱表妹连秉兰 但她一直以来也是诚心诚意要娶她的 就算这边她爱惨了柳棉棠 在连秉兰毁婚之前 崔行周也没想过要毁掉与连秉兰的婚事 而是准备如期成婚 只不过安排好柳棉棠的去处 可朝廷下只要吊崔行周去金甲冠 到处兜风传那地方就是个火坑 谁去谁死 之前已经死了不少大将 王妃也担心儿子 便想提前举行婚礼 至少让儿子成家后再赴战场 这做法其实很不地道 但又是人之常情 如果两家有真感情的情况下 并非不能接受 可遗憾的是 两家不过是塑料亲戚 连家觉得崔杭周此行九死一生 多半是回不来了 但连秉兰又担心万亿呢 万亿回得来 但自己家抢先毁婚 岂不是失了一段好姻缘 于是她想了各折中的办法 假装生病拖着不成婚 崔行周不是傻子 当即明白这是想毁婚 当即立断给了连家一份退婚书 白白八年呢 崔行周之所以如此果断 除了本就对表美美感情之外 更是看清这家只能同富贵 不能共患难 如果王府遇到困难 他们非但不能帮忙 还会第一时间落井下石 这样的人不能深交 更不可托付 而反观柳棉堂 崔行周并没有奢望 这位名义上的夫人做任何事情 可当他留书出走参军后 听属下汇报柳棉堂也变卖家产 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时 崔行周也是有些失望的 他不求柳棉堂为他做什么 但如果他真的丝毫不做时 他又会失望 男人的心思就是如此难猜 但很快 这种失望变成了康奋与感动 柳棉堂带着家当追赶西行部队来了 他来寻夫君 他要随君 前方生死难料 夫妻其力同心 什么身份地位 什么权势富贵 这是上谁能拒绝 愿意与你一起共患难 同生死的女人 朱元璋因为马姑娘的宋秉之恩 感激她一辈子 也给予她一辈子的尊重 催行周易如实 从柳棉堂追着夫君去金甲关 二人相拥那一刻 催行周对他的感情就彻底爆发 再也无从压抑了 夫人追我 我必不负夫人 柳棉堂叫了催行周整整一年的夫君 却没想到 他一直把她当成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残花败了 即使后来爱上 也只想娶她做个贵妾 柳棉堂一直谨记母亲的教训 虽凭不做他人妾 落魄不为续玄妻 不做妾 不续玄 那就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知道自己身份不高 所以并不肖想加入什么王公贵族 所以 即使化名为崔九的花阳王 看上去纹固无所事事 甚至卑躬屈膝给人做帮贤 他也认了这个夫君 即使他不爱他 也依旧愿意做个贤惠的妻子 因为觉得安稳 可实际上 一切都是他事一时被人为缔造的一个骗局 催行周从始至终都不想娶他为妻 一开始甚至嫌弃他曾为生山贼 只是后来被他吸引并爱上 他甚至还能一边骗他 一边回去取门当户对的妻子 对于柳棉堂想做他妻子的事情嗤之以鼻 甚至觉得他不识抬举 距离其实还算好 柳棉堂除了与自瑜有些瓜格外 也就催行周和他有些暧昧的男女关系 但在原著里 因为柳棉堂长得好看 又有才华 看上他的权贵不少 包括侯爷赵全 也对他有想法 距离的赵全是个暖男设定 十分同情理解柳棉堂 觉得爱一个女子就应该给他想要的 哪怕不顾身份差距取其为妻 但原著里的赵全和崔行周一样 觉得柳棉堂身份低贱 不堪为妻 他觉得对柳棉堂最好的就是 娶她回去做个花瓶贵妾 他认为这是凭借女子的莫大尊容 但比崔行周好一点的是 他虽然会自以为是弹形是坦荡 也不搞强制爱那一套 而是频繁刷存在感 走追求路线 原著里还有一个人对柳棉堂寄予不已 这人便是幕后大boss隋王 隋王虽然是个闲散王爷 但一直有个皇帝梦 所以他特别喜欢人才 柳棉堂之前是养山的匪首陆文 他是清楚的 所以隋王一直想得到柳棉堂 为此他不惜出动人来抢夺 哪怕知道他已经嫁为人妇 夫妻和睦 他也要抢 第一次抢没有抢到 后来再碰见 发现他根本没嫁人 于是就更加大胆了 他直接下聘礼到他外祖家 要娶他做贵妾 所有人 欧阔柳棉堂的二舅舅 都觉得这是一桩天大的好事 甚至恨不得按着 外甥女的头让他硬下 这时的柳棉堂 已经离开了崔行舟 可崔行舟却不准他嫁人 要他等他 柳棉堂哪里肯 本来为了弃崔行舟 他主动找媒婆往家里说亲 可面对隋王的觊觎 他又恨又恶心 所以就让崔行舟来对付隋王 并且说自己行情舰长 一堆王爷排队让他做贵妾 气得崔行舟快马家 便领着大军赶来 另一边 他则搬出了外祖家 自己买了宅子立了女户 准备不嫁人了 谁知隋王直接让人 去他新加路人 准备先毁了他的名节 好在崔行舟的人及时赶到 原住很是现实 简直打破了当今少女们 一贯对古代权贵男子的 痴情人设幻想 那些权贵对女子在喜欢 只要身份不匹配 也没想过要娶妻 甚至只想当各宠物 一般宠着而已 像隋王这种强强的 怕财式常态 赵权这种 还有些尊重女子的 怕已是难得 至于崔行舟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以承诺要取流 落过山肥柳棉堂为妻 他只能算是迎合女子们 对古代美好爱情的幻想了吧 崔行舟光是想想 就觉得悲凉和荒唐 但这种悲凉和荒唐过后 崔行舟体会到的 却是深深的绝望 崔行舟是真的爱流棉堂 可他以后还能娶流棉堂吗 先不说母亲能不能接受 他流棉堂能接受吗 做了三年旗鼓相当的对手 崔行舟太知道流棉堂内里的壳子 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个如此自意洒脱 敢爱敢恨的流棉堂 怎么会甘心窝 再往府后愿做当家主母 如果是寻常女子 崔行舟大可以先娶了再说 拥往后的日子慢慢驱火 可他是陆文啊 让自己受挫 让自己其逢对手的陆文啊 崔行舟是真的绝望了 如果能放手 早在去西州之前就放了 那时候都做不到放手 在经过生死的考验后 就更舍不得放手了 一番挣扎后 崔行舟决定坦然面对 即便他是陆文又如何 都是他认定的流棉堂 崔行舟绝对不放手 感谢您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